大家好,我是云端君 距离卡米拉和查尔斯结婚 已经过去了16年之久 简直不敢相信 戴安娜都去世24年了 当年戴安娜的离世 并没有给卡米拉和查尔斯带来轻松感 戴安娜的死反而让他们角如筑签 当得知前妻去世之后 查尔斯惊慌失措地将电话打给了 那个被称之为全英国最讨厌的女人 卡米拉并问道 天哪,接下来我们会怎样 戴安娜的意外离世 不仅让他们结婚计划落空 戴安娜的死甚至会让他们有性命之忧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从1996年开始 查尔斯就有意地将卡米拉带在身边 从派对到王室活动 似乎查尔斯就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爱的女人 也是我要娶进门的女人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在戴安娜去世后的第二天 就有大批的示威者来到肯辛顿宫附近抗议 他们携带的海报上写着 侮辱卡米拉和查尔斯的字眼 为了防止事态失控 女王只能奉劝儿子尽早离开卡米拉 这时候的查尔斯感受到了成为众矢之地的压力 在与女王交谈之后 查尔斯茫然失措地在花园里徘徊 最终情绪失控的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但是那时的查尔斯已经无法戒掉卡米拉了 卡米拉已经融入自己的生命里 查尔斯无法将她脱离出去 当戴安娜的消息传来之后 大批的记者便将卡米拉的家围的水泄不通 他们想知道在得知情敌已经死亡之后 卡米拉会怀有什么样的心情 在记者赶来之后不久 戴安娜王妃的粉丝站在卡米拉的家门口 拉起了带有攻击性语言的海报 此时的威尔士亲王也无法帮她了 因为现在的查尔斯也是自身难保 为了能让他人接受他们的爱情 查尔斯改变了策略 他们重新制定让民众以及王室成员能接受的方式 两年之后 查尔斯和卡米拉出现在伦敦利兹酒店的一家餐厅 按照计划 按照约定的时间 所有摄影师都已经就位 当他们一起出现时 他们会被狗仔队捕捉到他们在一起的画面 为了塑造良好的形象 卡米拉尽可能的多参加慈善活动 查尔斯那边也在竭尽全力的为卡米拉洗白 渐渐的 卡米拉熟悉了自己的角色 她掌握了社交技巧 对自己的角色嫁轻就熟 想要结婚必须得通过儿子的许可 所以查尔斯非常在乎儿子的看法 在查尔斯的安排之下 卡米拉与威廉王子进行了见面 此次的见面除了卡米拉和威廉之外 没有人在场 根据媒体后来的透露 慌张的卡米拉只能通过酒精 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本着该有的素质与教养 威廉王子和善的与卡米拉进行了交谈 此时威廉也清楚 她无法凭一己之力阻止这场婚礼 她的阻拦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大局已定 戴安娜去世三年之后 查尔斯觉得只剩下一个人需要攻破了 那就是她的母亲 伊丽莎白二世 伊丽莎白非常不喜欢卡米拉 因为她觉得是卡米拉促成了查尔斯 与戴安娜离婚的关键性人物 她不仅是儿子婚姻的破坏者 也是英国王室名誉的损毁者 曾几何时 伊丽莎白二世非常严厉地对查尔斯说 我不能容忍你的通奸行为 也不会原谅卡米拉 我不想你和她有任何的牵连 多年之后这段对话 被王室工作人员曝光出来 而母亲的话也让查尔斯如耿在喉 为了阻止事情进一步发展 伊丽莎白二世甚至辞退了 支持查卡派的马克·伯兰德 最后迈克尔取代了马克的位置 他成为留在查尔斯王子身边的工作人员 要么放手要么娶她 先生你没有第三种选择 你不能和她这样下去 查尔斯的优柔寡断让助手迈克尔心急如焚 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 查尔斯向公众承诺 未来国王只有妻子而不是王妃或者王后 最终在迈克尔的牵线搭桥之下 伊丽莎白二世接受了迈克尔提出的建议 查尔斯和卡米拉在大主教的祝福之下举行了民事婚礼 并向公众承诺只接受康沃尔公爵夫人头衔 而非威尔士王妃头衔将来查尔斯王子登基 卡米拉也只会以伴妃的身份出现 2005年英国王室才将查尔斯和卡米拉订婚的消息泄露给媒体 在被记者围堵的嘎尼拉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 她迫不及待地向记者展示了订婚戒指 不管民众是否接受这桩婚事 卡米拉和查尔斯结婚都已经是木已成舟的事实 卡米拉和查尔斯 卡米拉和查尔斯